有人正在快速接近大军呢 而且其中一个人的精神力远超于我 如今 近一夜魂力打97级 大陆上 在精神力上 能超过他的屈指可数 难道 是武魂帝国的那位大供奉 千道流 我先去会会此人 你们似劲而懂 以明99级崩号斗魔出手 一旦对大军发动大大的攻击 那将是毁天灭地的效果 若今战争还未开始 天灯大军精神不及任何损失 第六分期 半斤铁鸡 回影逼中 这是什么 前辈 好久不见 晃三 五年未见 老夫从你身上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威压 我听荣荣说 你接受了海神的传承 前辈感受到的 应该就是海神的神念 海神 每一位成神者都是魂力到达了百级巅峰的实力 可惜老夫此生无妄冲击百级了 唐三 你是来与大军会合的吗 武魂帝国有一位九十九级的大姑 本来让老夫看看是否具备了挑战他的实力 那完备了就冒犯了 你小子怎么变得这么瘦 老师 这几年我每天刻骨修炼 时时刻刻谨记您的教诲 从不偷来 你小子 脸皮还是那么厚 嗯 小三回来了 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你们看 剑衣衣和三哥怎么打起来了 这两人招式并不杀语 但是切磋教育 我没担心 去海神岛前 咱们联手才勉强能在剑前被手中过几招 谁说五年过去 大家都有所进步 但有无法在七杀剑下坚持这么久 还毫无外相 第七魂技 七杀真身 海滩左臂魂骨技能 海滩苍巨爆 海滩 那可是大陆第一斗牢的招式啊 竟然被一个魂骨技能挡住了 嘿嘿 老师 别忘了 三哥可是怪物中的怪物 这个魂骨技能 从没见三哥用过 难道 看来在咱们分开的这段时间里 小三说不定 已经到了分号动场 快下 海滩左臂魂骨技能 五队 这份狗技能 第二个小Engels 第八魂帝 一 rolls 一杀惊雷起 一剑破场弓 杀神吕 暴天就绝 破自绝 暴天就绝 老夫看你恐怕不只是魂斗罗了 咱们再来 桂枢青春百里江 这孤皮彻五阴凉 天平金上风无霄 剑去江湖水自长 写到 冬心 我的魂力是九十三级 前辈相差四级 而魂力一旦超过九十五级 每升一级 实力都会发生质的飞跃 去 今天我力 我很难接触这招 如此便值得了 黄金十三级第一式 不定风波 动不了了 太好了 五阴风波 命中了剑斗罗前辈 眼下 我的五阴风波 面对大陆最强的攻击斗罗 成功为集体 若不是幸运命中 赢得了八门的喘息时间 此时我就已经败了 三哥 我的魂技竟然被完全压制了 这就是神技的威力吗 前辈手下留情 再打下去 我可就挡不住了 小三 老师 老师 好 好 回来就好 陛下下报 老师 陛下是一国之君 又是这百万大军的统帅 切不可如此 唐三 拜见两位老师 唐三 你实力大增 看来不往海参导致行啊 小三 就你一人 小五呢 小五他 小三 小三 这次我们使来和七怪 是真正的聚齐了 大墓 我回来了 小五 我的孩子 妈妈 这一次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们了 小五 你 太好了 三哥 你真的做到了 但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这些之后 再投你们细架 不管怎么说 咱们使来个七怪 终于集齐了 耶